而在今天早晨目前世界排名第二位的瑞士人费德勒则如期抵达上海 成为第一位抵达上海的大师杯丹达球员 费德勒乘坐LX188次航班早晨7点40分 从苏黎市飞离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比原定时间延误了15分钟 尽管今天并非双休日 但仍有一些学生球迷早早地赶来接机 而费德勒也没有让他们失望 对于签名要求几乎有求必应 对于媒体和球迷的追逐和围绕 费德勒早已习惯 所以依然大方自如地和工作人员边走边聊 就算此时有个别冒失的球迷打断他们的谈话 又一次递上签名本 他也依然没有拒绝 而纳达尔宣布退出大师杯的消息 费德勒也已经得知 并且表示很为纳达尔感到可惜 他自己的伤势则并没有大碍 他只有一个人 我的背部都会更好 所以我愿意在这里 当然我感到达尔宣布退出 但这事实上 这一段时间是很长的 但我认为特别是很羡慕 因为我们有这么好的季度 费德勒晚些时候有可能会去练习场稍微进行些活动 而其他入围球员也大部分将在明天陆续抵达上海 记者顾绝报道